那现在山东的天一天比一天冷啊 给臭宝们汇报一下啊 就是你们的花最近都养的怎么样了 那我们这边这个棚呢 是租的 然后呢 自己加了四台的这个叫水源热泵 就是你看地下这个管子啊 就这么粗的这个水管不是 它是通过地下的那个水温 然后呢 转化一下 利用的最多的是地温 然后呢 把这个水呢 再排过去 我发现呢 就是这四台水源热泵 一口水井根本就供不上 就是供两台都够呛 然后我打听了一下同行 就是一个大概一千平的那种水 就是一千平的大铜呢 就要打至少两口井 所以说呢 这个又没用上 你看后面这个嗡 听声音 哄哄的 这个温度相当可以 但是呢 这个又有一个缺点 这一晚上呢 能烧一桶柴油 一桶柴油大概是两百块钱左右 就是光加温嘛 而且这一台还不够用 那边还有一台还没有开 然后最近这边呢 山东这边 确实冷啊 零下十几度了 反正在我印象当中 山东最近几年 今年是最冷的一年 所以说很多的处伙说老花 我也想养花 包括我收了个学生 也就是我徒弟们张内在那 那我学生 他说师父我也想养花 我跟你合作 这个风险很高 你看我们的花都冻死了 这个就是你们老挂钱的这个 这不就是那村雨吗 看都冻了 都冻了 这已经冻了 这些个冻的变色了 很多的都已经葛屁了 这种都葛屁了 农业 可能是中国 现代的一个农业吧 其实对于 对于我来说吧 蛮难的 真的挺难的 那有的话说 那你别搞种植 别在那里 其实中国园艺呢 我做了这么将近十年了 我发现一个什么事 之所以发展的慢 是没有一个成熟的养花体系 就是花儿门 包括我们之前卖货的时候 也发现了 就是花大大小小 不一样 参差不齐 质量也不一样 包括到所的存活率 方方面面的 所以说老挂一 去整个青州去观察的时候呢 这一块 是很多很多家的一个弱项 也是整个行业的弱项 所以说老挂一今年呢 一直在攻破这一项 但是也确实比较难 也比较累 最近呢 网上的风波也比较多 也有的话 有老是想找我谈谈心 聊聊天这那那的 觉得老挂一焦头烂额 真的是焦头烂额 不过呢 这条路我会一直坚持走下去 明年的时候 过两年 我会尽可能的去天天直播 尽可能的吧 也不知道说了些啥 反正就给花儿门分享分享 你们家里边如果很冷的话 养花确实够呛 这个是硬性条件 这个没办法 反正老挂一现在光加温一天 一千多块钱 哎话说你不赔钱吗 你天啊 不赔 这么钱 希望就是花儿们怎么说呢 就是中国的元 也需要大家共同去支持 共同去努力 老挂一会坚持的 没事 不至于卖老挂啊 哈哈哈 不是老挂一 养花最长一 白了是不是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